好 我們這次繼續講到輔導入門 而講到聆聽和回應人 我們將輔導的過程拆開了 有些人說我都不是去輔導 我這裡解釋了 其實我們學的東西 聆聽和回應和其他輔導的方法 都不僅是幫助輔導的 會幫助什麼呢 人際關係 因為你和人溝通 懂得聆聽 懂得回應人 你才能夠有好的關係 有些人為什麼經常沒有人際關係 根本他都不聽別人說話 他只想自己說話 從來聽不到別人說話的時候 是不可能可以和人際關係 有好的人際關係 有些人找我們幫助 他說 我很慘 我整個生命拆毀 我整個生命有很多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他的生命 他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他不懂得聆聽人 這是第一 人際關係 同事關係 同事多數都不是信耶穌 我們更加需要了解 同事他的想法 也不會關心別人的 你知道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更加聆聽 知道他緊張的事 他不喜歡的事 他喜歡的事 我們聆聽的時候 才可以和他建立到一些基本的關係 因為如果不能夠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即是他明明 他說話可能我們覺得很不合理 他說到一些不合理的事 但我聆聽到 我知道他不合理 那我就去想辦法 我怎樣能夠回應他 而不去和他強烈的衝撞 現在盡量用柔和的方法去處理 這就是聆聽到他的問題 然後我們能夠和他相處 和處理一些事情 婚姻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多數的婚姻 都是男性不喜歡聽 因為男性傾向不喜歡聽別人說話 女性就很想對方聽 和很想有深一點的關係 很想她的關係可以得力 女性就希望關係好一點 男性就只是希望開心一下 男性就基本上是這樣的 喜歡一個太太 好像做女朋友的時候 經常都是開心玩 不喜歡又要洗碗又要清潔 又要照顧小孩子 又要做很多事情 經常都要負責任 覺得很大壓力 很多時候就是沒有溝通 一方面男的就不聽女性說的話 女性都不聽男性說的話 因為她只是說 我想的關係好一點 那你經常都不做 她沒有聽到丈夫 其實很想她怎樣和她相處 於是大家都溝通 都不能夠溝通到 於是婚姻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多數的夫妻都是沒有興趣聊天 多數 就是有些有的 多數是沒有興趣聊天 因為她們已經沒有癮癮了 未結婚的時候有癮 現在已經沒有癮癮了 因為她不懂得如何感受 對方的感受和她建立關係 我和太太是刻意建立關係 即是刻意 雖然有些事情不是我最想做的 但是我會放棄一些我最想做的事情 而能夠做一些事情是她歡喜的 她也會調教我 大家都會調教 盡量欣賞對方才能夠有好的婚姻 如果我的婚姻不好 我的事奉就會沒有力氣 我會常常擔心婚姻的問題 但是當我婚姻好的時候 我太太最好的同工和同行者和幫助者 各方面都讓我們互相自衛對方 互相扶持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婚姻都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譬如中間還未結婚的 你不要這麼心急 快點自己遇上去 看到一個人喜歡你 你馬上就反應 而是尋求神的心意 和如何跟他相處 都是要學習的 全福音也是 有些人就是 你怎樣都好 我會把東西給你吃 塞福音給你 那個人明明都不想聽 那我怎樣去回應他的內心和情況 是需要聆聽的 基本上我們學習 我們最想別人未必想的 無論在婚姻、人際關係、同時都一樣 我們想未必別人想 我們怎樣可以聆聽到他想的東西 而能夠回應他的需要 然後同時去逐步引導他 達到一個我們覺得在神中最好的方向 但有時候我們需要放手 有些人不信耶穌 他不肯改變的時候 我們需要放手 但始終至少建立到好的關係 作為基督徒 我們不只是跟基督徒做好朋友 而非基督徒 有些人可能只是說工作上的東西 有些人可能只是說一些興趣 說一些身外的東西 但起碼都可以建立到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學習 聆聽的這個人喜歡什麼 還有我們想建立人的靈命 帶領他信耶穌之後 怎樣建立他的靈命呢 因為很多人的思想都是 給情緒、人際問題、家庭問題、前途、婚姻、經濟 這些影響 所以他根本沒有興趣建立靈命 我們怎樣可以建立他的靈命呢 都是需要聆聽和回應的 以及幫助小組的組員 怎樣一個小組能夠有一個好的關係 能夠那些人覺得真的被幫助 而歡喜接受幫助 以及我們怎樣去輔導人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學的 希望大家有這個動力 尤其現在我們其實是一個末後的日子 真是一個末後的日子 就是說到氣候這個世界在十年、二十年之內 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麼你說氣候的改變 就是熱一點 它不就是熱一點的 有很多植物會死掉 即食物會短缺 以及缺乏水的時候 耕種有問題 食物有很多問題 人們沒有水也會遷復 遷復 遷復就造成很多民族的問題 即是說在這十年、二十年 這個氣候的轉變 其實今年我們看到一些大的水災、火災 那麼他們就說什麼呢? 是百年不遇 新聞有沒有聽到這句話? 百年不遇 其實不是百年不遇 是會每年都遇 其實每年都會有的 大家留意一下新聞 你今年是怎樣的情況 你第二年是怎樣的情況 你會發覺越來越加劇 在十年、二十年會加劇的時候 變成很多人 食物、水、短缺 變成很多地方會遷復 很多民族的問題 還有疾病 熱也會有很多疾病 這樣的時候會怎樣呢? 這個世界會很亂 進入這個大災難的時期 而基督徒是需要站穩的 堅固人 我們需要現在 你怎樣去幫助你周圍的基督徒 站穩的 這個就是我們 希望這個課程 會幫助大家 不要只是想自己 而是想我們怎樣給神使用 我們一起讀一下雅各書一章十九節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這個就是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快 不是只是好像跑去很快 而是思想很快 馬上去聆聽 那個人說了一件事 我馬上去留心 快點去留心聽他說什麼 慢慢的說 不要那麼快說話 先聽他說什麼 說的時候回應他 很多時候人是會這樣的 人說一件事 我們會回應另一件事 我自己也發覺我有這個情況 我需要改變 多謝我太太提醒我 我試過有時候 跟一些牧師聊天 牧師想推介他的東西 然後我又想推介我的東西 他又說了一件事 我又說了另一件事 他又說了另一件事 你也不是回應他 這個就需要回應他 譬如你那件事也好 感謝主 幫到很多人 我祝福你這些事工 能夠祝福更多人 那由這件事先帶起 我也有一些 想祝福人的地方 不知道對你的教會 有沒有幫助 而不是 他一聲說完 我馬上說我那些 他就會覺得 你都不聽我說 你又要我聽你說 這些都是我們人很容易做的事 所以慢慢地說 想清楚再說 很多人比頭快 所以說出來的事 令到對方受傷害 還有慢慢的動路 不要那麼快的動路 最好不要動路 即是能夠處理我們的怒氣 人會有怒氣的 不過問題就是沒有爆出來 最重要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有情緒 到底這些情緒是爆出來 還是我們處理了它呢 而要聆聽 很重要就是有憐憫的心 你沒有憐憫的心 即是沒有耐性 都不想聽 我自己試過帶過不同的小組討論 有時候有些小組分享 有些人說他們內心的事 和他們發生的事 譬如說 我家裡有什麼事發生 或者有些人怎麼傷害我 或者我傳婚有什麼經歷 那我就在聽 然後我觀察一下周圍的人 那些人在做什麼呢 看看手指 看看周圍的人 沒有興趣 頭疼疼 因為很多人是沒有興趣 你講你的話 你沒有興趣聽 我已經有很多麻煩 你還講你的麻煩 我不喜歡聽 為什麼呢 他沒有憐憫 他沒有憐憫聽到人說的 覺得很長氣很煩 我們一定有憐憫的心 我們先會去聽人說話 先會怎樣去改變人 事實上太多人 注目在我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 所以根本沒有力量去幫助人 好了 憐憫不同的人 有些不受歡迎的人 看起來 這個人真的沒有人喜歡的 他講話沒有人喜歡聽的 但是我們會聽他講話 他會覺得很特別 很難相處 有些人很難相處 怎樣經常跟別人衝撞 因為他覺得唯一的方法就是發脾氣 要跟別人頂撞 我們都回應他 整個輔導過程會引導他怎樣處理 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說到引導那裡 情緒化 有些人很情緒化 經常容易波動 發脾氣、不開心、低沉 或者失敗者做什麼都失敗 這些人好像沒有人喜歡他 有些人抗拒幫助 抗拒幫助 有時我都會去引導他 去求他、鼓勵他 你需要處理你的問題 你想不想處理 但有些人都沒有興趣 他都不想處理 放手 當然他一直持續不肯處理 我們沒有人能幫到他 有些人要求多多 經常要求你怎樣幫他 經常要求你怎樣幫他 我們是否只是幫他 但有些人對這些人沒有興趣 還有怪異思想 有些人說這些都是很怪異的 但耶穌是憐憫所有這些人 耶穌亦都能夠改變這些人 聆聽的時候有什麼要留意呢 很重要 我們一起讀一讀 留意對方說的每一個事實和感受 他有什麼事情說了 有什麼感受 一會兒我們會有練習 我們分組練習 那你就要留意 他講的什麼事實和感受 但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聽的時候 就只顧著我怎樣回答他 怎樣告訴他 不要這樣做 於是我們就沒有 疏忽了很多他講的內容 和他的感受 第二 一起讀一下 留意他的表情和聲調 他講的時候很猛 就知道他猛了 他講的時候很煩 你知道他煩惱了 你留意他的表情和聲調 表示他的情緒 第三 一起想像自己 像對方有自己的經歷 而有的感受 想像我像他一樣 如果我在這個情況 我會有什麼感受呢 譬如有個人 我們不認同他 他亂愛 看到人們都喜歡他 就亂愛 那就搞到很多問題 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 說了你 經常都是這樣 見親人喜歡你 你就會以為 那個人真的喜歡你 其實他只是利用你的 於是我們就會拒絕他 沒有興趣 但如果我們用你一個角度 如果我真的好像他這樣 即是經常都被人欺騙的 現在又被人欺騙 我會有什麼感覺 雖然我不認同他這樣做法 但我想一下 如果我在這個情況 我會有什麼感覺 我會回應他這個感覺 第四 不先在內心批判定罪 或想作怎樣回應 即是在聽的時候 不要想著批判他 定罪或者怎樣回應他 第五 分辨對方的感受 從內心感受他的感受 但要分辨什麼 他的感受 他裡面有什麼感受 從內心感受 即是他痛苦的時候 我感受他的痛苦 第六 從內心的感受 回應他的感受 讓他覺得被認同和接納 即是從我們內心的感受 來回應他 這件事很難 即是真的我感受到他的痛苦 所以我回應他的痛苦 我知道他是痛苦的 可能大家覺得 這些真的很難做得到 一步一步一步 你不會一步登天 如果你一向都不喜歡聽別人說話 我認識到有些人 我同親說話 每次都有很多話 說什麼煩惱 什麼困難 什麼麻煩 一直說下去 也不讓我空間回應 我學了 一定要回應他 我想不想我回應你 因為他會重複重複說下去 有些人是有這個問題的 我便會截定他 我先回應到這裡 好嗎 也有些人會這樣說 是否每個人都不斷聆聽回應呢 我會這樣說 當一個人在一個情緒的狀況 受傷的情況 我們那時回應他 但有些人 他是怎樣 他只是喜歡找人說話 他這麼懶惰 是苦苦慢素苦的 那麼 這些情況 這個人只是不斷素苦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 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回應他 我知道他很辛苦 很不開心 我們就不用每次都回應他的感受 而是開始去引導他 即是那時輔導的下一步 引導他 你在這個情況 你想不想離開 處理到這個問題 可以開心 怎樣處理 這樣去引導他 去改變 這個是需要分辨的 即是說 有些人 他每次跟我們說話 都是說他的很多問題 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衡量 如何處理 但同樣 也有時候 有些人找我們 他真的很淒涼 很不開心 那時候 我純粹回應他的感受 先 不是整個時間回應 這個就是開始 由我們引導他處理 我們要留意他的感受 這個圖可能大家比較難看到 即是人的很多種表情 很多種情緒的表達 我們留意慣 有些人 他留意不到的 有一種病 那些什麼 自閉症 其中的自閉症 是不會看到你 有什麼表情 他知道你有什麼感覺 有些人是難的 我們需要一步步學習 媽媽通常很厲害 媽媽對於兒女 兒女有些什麼 他馬上知道 這是因為媽媽 觀察他的兒女 關心他的兒女 我們留意對方的感受 以及感受他的感受 即是他傷心 我們也感受他的傷心 好了 我們去聆聽人 要明白的點是神本身很關心 和感受我們的感受 即是神不僅是幫我們 神感受我們的感受 我們一起讀一下 阿爾賽書內章一節 差以外以後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德釋放 秘囚的出監路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樂由代替悲哀 讚美以代替憂傷之靈 這個告訴我們 神是一個憐憫我們的神 祂是醫治我們的神 祂能夠釋放我們內心的憂傷 而祂能夠在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 在我們心中說適當的說話 這是神很特別的地方 很多人都經歷到神的醫治 真的覺得很好 唯有神明白祂 馬太九章二十二節 這個女人是十二年血流 她又摸耶穌秘密 耶穌說誰摸我 她又不敢出聲 人們都說 每個人都逼著你 為何你問誰摸你 耶穌說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接著這個女人就說 是我摸你 耶穌的回應是很特別的 一起讀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了你 從那時候 女人就傳遇了 這個女人 其實她說 她認是她摸耶穌 但耶穌是知道她內心的感覺 耶穌是回應她內心的感覺 她就是女兒 她讓她知道 我關心你 你是我的女兒 是很寶貴的 我和你很想有這個密切關係 放心吧 她知道她內心害怕 有擔心有憂慮 你放心吧 我會幫你的 你的信夠了 你信靠就可以了 你放心就可以了 這裏看到耶穌回應她內心的感受 而且天父早已知 我們需要 馬太六章八節 一起讀 你們不可效罰他們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而先 你們所需要的 你們的父早已知到了 即是神已經知道 我們未求已經知道 即是祂會聆聽我們的內心世界 祂知道我們內心裏 有些什麼隱藏的問題 需要 神已經知了 所以神是一個靈慶的神 祂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況 然後祂會幫助我們 而正是說到 先求神的國同 以這製造加給我們 就是親近神的人 遵從神的人 神就會回應祂的需要和幫助 那些沒有親近神 沒有遵從神的 祂因為祂的不信 難助神的祝福 所以祂的生命依然在很多困難之中 但祂越聽話 就越得到神的祝福 而我們要首先明白 人是很比我們的感覺影響 我們的感覺影響我們很大 有六種感覺大家可以試一下 記得 六類 用英文是容易記一點的 我試試讀英文的字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bealty hurt 五通常是不說ashamed 很多時候有些是說五個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這個比較容易記住 全部都有D在尾上 那就是開心 悲愁 悲愁 悲慮 第三就是憤怒 第四就是害怕 第五就是羞愧 內疚 而第六就是受傷害 這些都是人常有的 我們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 我們平日有些什麼感覺 在心中仍然存留 我們留意一下我們有些什麼感覺 在裡面仍然存留 有的時候我們就需要 接受和處理和壓抑 譬如說你很害怕 你明明是很害怕的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那你一旦有什麼事 也會害怕過 你叫自己不要害怕 也一樣害怕 一定有個原因 不要害怕的 就是神是很偉大的 很有能力 很愛我 祂一定幫我的 祂會照顧我的事 所以我不用害怕 人呢 在神眼中 其實他很渺小 神要阻擋他 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害怕 去說服自己 說服自己和親近神 一定是親近神 然後才能夠處理到 這個其實我都是想 我們輔導都是想幫人做到這件事 但是他要做到這件事是很難的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害怕 憂愁 低沉 是很難改變的 我們知道人是很難改變 他的內心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發覺 整體上我們內心的那種感覺 是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改變的 很多年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都是不開心 很煩 有些人長年都是這樣的狀況 發覺真的很難 就算你想改變 也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 我自己也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也要面對我自己的感覺 我也發覺 我知道應該要改變 我知道怎樣改變 但是我說服自己之後 那種感覺依然在 唯一辦法是讚美神 放鬆自己 耶穌愛我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耶穌愛我的 讓我們的感情再重新流露出來 我們人的感情很多時候是壓抑了 小朋友那時候是很輕鬆的 如果你是一個開心的童年 我不知道有幾個人有開心的童年 你有食物在家裡 你會很開心很開心 但有些小朋友的成長不是這樣的 我一次在地鐵見到小朋友和爸爸說 爸爸我想吃雪糕 那爸爸反應是怎樣 立刻按摩一手 眼睛很凶惡 立刻兒子不敢出聲 他的成長是一個懼怕 不准 什麼都是不准的 爸爸一舉手 立刻就害怕了 他這個成長是會害怕 他覺得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他會失望 他會沒有盼望 他裡面長期是這種負面的感覺 這種感覺很難受 人就會封閉他的感覺 他不會再懂得笑 不懂得開心笑 慢慢地 其他感覺也沒有了 這就是一個封閉了的感覺 神就不是 神才說到他歡欣喜樂 因為默然愛愛者 因為我們喜樂而歡呼 神是很開心的神 神是沒有任何障礙的 他的內心是很輕散 他同時很有智慧 同時他像小朋友一樣單純 神做小朋友就是很單純 但是當他成長受傷害的時候 他就失去了這種單純 而多數成年人已經變成老成 老成就變成笑又不會笑 哭又不會哭 沒有什麼感覺流露出來 我們需要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不是代表我害怕到很害怕 這樣就叫做流露感覺 而我們真的知道我有害怕 我有害怕我會處理 我會有開心 我會寫得開心出來 也要讓自己在神中 有更多的喜樂和平安 來治好我們所有負面的感覺 這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先輔導的人 要先輔導自己 這個過程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幫助 所以有些人會說 我不是想輔導人 你先輔助這個課程幫你 先輔助你自己 這個也會幫你傳呼音 和幫助其他人 情緒是警號中 情緒是警號中 什麼意思呢 大家有困難 譬如你被老虎追 香港人應該不會有這個經歷 假設 你被老虎追的時候 你一定會很害怕 你一定會有一些情緒的反應 這就是情緒的功用 即是你有老虎追 你會走 你不會說老虎追 定了在這裏 一定要有這個情緒 我們的反應是一個 智慧的方式 明明有賊老 拿著棍子 想搏人 你會走 如果你都沒有反應 這樣的時候 你會進入危險 都不知道 這個情緒是一個警號中 有傷心有生氣 為什麼會生氣呢 因為那個人傷害我 我們需要找方法處理 怎樣處理 或者內疚 因為那些人說我錯 我說我錯 那我怎樣處理這種內疚呢 震驚 很害怕 怎樣處理這種內心的感覺 但有很多人不懂得處理 譬如有些人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住那裏 因為我們住那些 現在應該叫做劏房 不過那些不同的 一間一間房間 那些堂樓 我爸我媽都是上班 很晚的 半夜都還沒有回來 旁邊有一個 安安了一個麗的呼聲 我想 那些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麗的呼聲 晚上12點 就做什麼 夜半奇談 我坐在那裡聽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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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發夢 就經常見鬼 那心就害怕 害怕的時候 但是不懂得怎樣處理 所以 是很長時間 發夢都是見鬼 那這個在一個警號中 即是說有一件事是危險 應該有反應 但是當時不懂得處理 我們人也很多時候 受了一些傷害 不懂得處理 這個需要處理 就不是以後 都是警鐘響的 不是以後都害怕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了 現在現代人 因為經常都有壓力 就是以後都在壓力之下生活 有些人是 天天都在壓力之下生活的 因為他們的不開心 積聚在那裡 而是上聖經說 人生是什麼 其中所經跨的 不過是勞苦受煩 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 這個世界就是充滿勞苦受煩 各樣的煩惱 在這個世界的而且確 面對很多這些問題 不是代表神不愛我們 而是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 而很多時候情緒是怎樣 一個人有情緒 跟著其他人全部受影響 真是說 即是說這個父親發怒 會傷害 那太太 或者兒子 那太太就會低沉 又會怨恨 兒子又會驗惡 和不饒恕 即是會有不同的感覺 人會傷心 我們要學習感受人的感受 學習對人有同理心 他覺得受傷害、無奈和壓迫 即是感受這個人被罵是很淒涼的 我們能夠感受到人才能夠輔導 感受到人的傷害 譬如這兩個人,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關係 譬如同事也有兩夫婦、男女朋友也有可能 可能男的又沒有說話、做事、做錯事 有些是做錯的 女的就把她說話 女的覺得不滿、很急躁 即是說你沒有做應該要做的事,她很懶惰 但是男的同事也有感覺 覺得被壓迫無助 怎麼辦呢?我做不到,我不會做 我做失誤一點,覺得被壓迫 於是兩個人 即是說原來很多時候 譬如我婦人婦道 兩夫婦都有不開心的感覺 譬如這個小朋友被另一個人笑他、藐視他 我們感受這個小朋友是被人藐視、被遺棄、無助 即是在裡面可能有很多種感覺同時存在 好了,不同的方法回應人的感受 大家留意,我們待會會練習 在人痛苦的時候,不要馬上回應 即是那個人有兩種的 有些人說八卦新聞 是不同的 即是八卦新聞的回應和這個 他本身發生的事 然後我們回應是不同的 當他痛苦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一開始就教他 即是不要說 你祈禱,神就幫你了 你交託給神,不會煩惱的 擔心令你更加痛苦,這些是教導 指責了,你沒有祈禱 你不應該吵架,你做錯 我早就已經告訴你,不要這樣做 那這些是指責 但通常世界上的人都是這樣說話 多數夫婦都是這樣說話 你又失敗了,說了你的 整天都是這樣 大家聽慣的 這些就是多數人說的 吩咐,你快點悔過祈禱 你對他好一點,不要再煩惱了 你去看醫生,你有病 譬如有人說,我有癌症 看醫生吧 他很煩惱,他很傷心 他當然知道要看醫生 但看醫生,你真的說 你不要跟我說話 你看醫生,你自己搞定吧 不要找我 但我們就說 我聽我們說有病 你是不是擔心 我們可以詢問 假設他一定擔心 問他是不是擔心 有些人明明整個臉都擔心 你不用問他是不是擔心 有病當然是擔心 我們就會說出來了 你會看到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明明都擔心 你不用問他是不是擔心 有些人很害怕 剛剛被人打完 你是不是很害怕 他就說 你想問我 看他的樣子是否害怕 好了 提以補救方法 不要再給他影響 這句話,我們都是想他這樣 不過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學不給他影響 你找他和他和好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這些全部是對的 不過問題就是 是不是他最痛苦的時候說 譬如有些人說 有癌症 你找專科 我介紹你專科 他只是回應了事實 並沒有回應到他的內心世界 當然痛苦可以這樣回應 這就是我想大家做的 接立 你一定是很擔心 很辛苦 有時候我們的心就說 他真是明知故犯 我說了他很多次 你不要是人 是人以為人 喜歡你就喜歡你 他不是的 只是騙你的 我們知道他是做錯事 但我們越說他 他並不會覺得好一點 我們就會接立他 他雖然被人騙他 事實上他真的做錯事 但我接立他 現在他是很不開心的 我們接立這件事 你當然很辛苦 很不開心 你很掛念他 所以很憂傷 大家去一些 喪禮、安息禮拜 你會發現有些人哭 有些人在旁邊做甚麼 別哭了 每個人都說別哭 但如果你說 我知道你很掛念他 我知道你很傷心 他可能覺得 每個人都叫我不要哭 但你又明白 我現在很傷心 你只叫他不要哭 你想像你自己很憂傷 人家只叫你不要哭 你好像覺得你是錯的 你哭是錯的 但當有人說 我知道你很憂傷 你很掛念他 你覺得這個人就明白我的心 這就是接立 我明白你會憂慮 在你的情況自然會傷心 即是在你的情況自然會傷心 感受 感受就是我感覺到 我感受你的痛苦、煩惱、憂慮 當我看到你傷心 我的心都覺得傷通 這是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我感受到 第二就是我都傷心 我裡面也有傷心 不一定要每個人都要跟他一起傷心 不過你有你可以告訴他 你沒有你就不要硬硬告訴他 那你說謊 他知道你說謊 即是人會察覺到 詢問 有時候需要詢問 了解事情和心情如何 了解他發生的事情和細節和心情 但你不要八卦 即是你男朋友要多問一些 譬如說 我剛剛的男朋友撕掉我 你怎麼撕掉? 你說他什麼? 你男朋友是否英俊? 有沒有錢? 這些是無緣無故的事 無緣無故的事 不要問這些事 但有些事實是有關聯的 我們就了解了 以及想他反思 這就開始進入處理的 你想想處理 有沒有嘗試處理 即是幫他反思那件事 或者你為什麼會這麼傷心呢? 我想問你 如果他不想理會 很煩 那你就知道他 你聽到這句話 立即知道他 他不想處理 他不想 我們又想他處理 那你就衝突 你這樣說 那你也要處理 那你只是推他 推他改變 那我明知道他不想處理 我們可以怎樣問他 為什麼你不想處理呢? 而不是說 你要處理 你不處理 那怎麼辦? 以後都不開心 為什麼你不想處理? 你怕什麼呢? 有什麼影響你呢? 就等他 發掘他裡面這件事 如何影響他 然後去逐步引導他 都是想他處理 不過 怎樣引導 就是了解他實際在想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一個人是要離家出走 你說你回家吧 他是要離家出走 你就只叫他回家 他真的不想回家 那你就問他為什麼你想離家出走 而不是立即叫他快點回家吧 現在是練習 現在是練習 練習 我們現在在這個堂上練習 大家可以發聲 好了 這個爸爸罵的女兒 雙方會有什麼感覺 大家可以直接開聲 在你的位置開聲說 這個女兒有什麼感覺 害怕 害怕 還有呢? 無助 無助 其實沒有橫性規定 我們想像是有的 可能是委屈 覺得我沒有錯 或者很硬頸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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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定的 什麼樣子都可能 那爸爸可能有什麼感覺 很生氣 很生氣 他又生氣 也不聽 於是有憤怒 我們要留意那個感覺 事實和感覺是不同的 事實就是 或者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就是 女兒不聽話 這個是想法 感覺就是 憤怒 或者看小他的女兒 對他的女兒有一種 不接立的感覺 好了 有一個人說 這個人又不夠厲害 不夠高 很蠢 的時候 那個被人傷害的 有什麼感覺 自卑 自卑 對 還有 無地自容 失敗感 生氣 對 一種憤怒 不公平 好了 那個另一個人有什麼感覺 那個批評他那個 會有什麼感覺 爽 爽 可能他覺得爽 也不一定 好 還有什麼可能的感覺 驕傲 驕傲 他可能覺得這個人真的很沒用 就是一種 教極他都不行 什麼都做不到 於是有一種憤怒 看小他也不一定 有時候有些是 某程度是合理的 因為那個人經常都不做事 所以他就會看小他 他有他的原因 但他依然是有 總之他什麼原因都好 他會有一種 他會有一種感覺 在裡面 好了 這個一個 笑對方的小朋友 那個被笑那個 被人取笑的 有什麼感覺 自卑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委屈 委屈 是 生氣 是 傷心 OK 那個笑人那個 爽 爽 還有呢 大聲一點 自大 自大 他可能會有一種假的開心 可能覺得爽 爽 他會有 驕傲的感覺 覺得自己比對方厲害 有感覺 好 這個被人指控那個人 有什麼感覺 沒有地自容 沒地自容 沒面目 魚 娛 驅 驅 驅 情 覺得自己為何如此蠢 這樣沒用 怨恨自己 那些 還有呢 委屈 對了 好了 指控那個人 有什麼感覺 大聲一點 憤怒 即是說他沒用 氣他這麼沒用 覺得自己是一個thinking 他有驕傲 覺得自己是對的 輕時 好了 這兩夫婦 男的又不想說話 或者做錯事 女的就在挖著他 那男的有甚麼感覺 大聲一點 採他也傻 即是覺得無謂 覺得不需要 覺得不需要 即是會有點藐視太太的感覺 或者還有可能覺得被壓迫 經常都要我說話 我不懂得說話 我被壓迫的感覺 有可能委屈 那女的有甚麼感覺 激氣 激氣 憤怒 憤怒 其實這次的練習很好 讓大家思考一個人會有的感覺 亦要思考自己的感覺 亦需要加憎我們的詞彙 如何形容不同的人的感覺 如何了解這麼多人的感覺 好了 離婚 有三個人 父母 和小孩 那小孩有甚麼感覺 很害怕 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 即是迷惘 不知道怎麼辦 會有擔心 擔心前路不知道如何 不知道要求老婆還是媽媽 不知道要求老婆 不知不確實 不知是悲惘 用詞的意思 就是迷惘 不知 無方向 無助 失去安全感 失去安全感 好 媽,有甚麼感覺 假設這情況 男的那些話有所謂 結果要離婚 女兒的感覺有甚麼? 大聲一點 傷心、憤怒、被出賣的感覺 好像被遺棄、被對方不要的感覺 男兒的感覺有甚麼? 自私 自私不是一個感覺 她可能會覺得很自由,我現在可以任意而為 可能會覺得這樣 她也可能有憤怒,她太太也不定 即是說你這樣做,所以我會這樣做 或者憤怒說你經常說我錯,其實你有錯 也可能她無助也不定 我不懂得如何處理 也可能她很生氣 即是大家看到不同的情況 大家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分成小組 首先有一個人願意分享 即是說他願意分享任何負面的經歷 不需要很大件事,可以大件事、小事、甚麼都行 然後這個就把他當成A 然後第二個人 這樣就是 在你的組裡有一個人自願說 即是說誰願意說出他曾經發生過事 說出過程,他的感受 好了,第二個人 只是做一件事,就是把事實說出來 只是說事實 不要加插,要怎樣幫他,甚麼都不要說 那麼目的是甚麼呢? 首先就是,分組之後 不是指派誰做這個部分 沒有指派的 所以大家都要聽 只要聽到他的內容 留意他的感覺 第二個人只要說事實 因為隨便可能 即是說有一個人說 之後才會分配誰 誰願意說事實的人 所以每個人都要留意事實 即是事實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人聽話 一聽到很快就會開始 開始想怎樣回答他 我們不要想怎樣回答他 只是想事實 然後第三個人就說出他可能有的感受 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A就分享,第二個人就把事實說出來 第三個人就說感受 第四個人就問一些問題 即是可能那些事實 有些是他想了解更多 或者問他的感受 以及反思的問題 你需要怎樣處理 這件事怎樣影響你 都可以反思 為何會這樣影響你 然後第五個 就是回應A的感受 MING PAO MING PAO